相爷 您请看这个 这是什么 这是昨天夜 御书房发出的一道圣旨 皇上不在 有什么圣旨可发的 这正是我要请教相爷了 莫非 所以有人假冒皇上乱发圣旨 相爷英明 这是欺君之罪 是谁这么大胆 所以才有人封锁皇上出宫的消息 你是说王爷 皇上如有不测 这地位只有王爷才能够继承 这 这 相爷 这是个阴谋 皇上 十分危险 他们都谈了些什么 严大人告诉宰相 有人假冒皇上发了一道圣旨 继续监视 是 我说杜丽啊 最近 有谁来过这儿吗 没有人来过 这是御书房重地 可是 严峰并没有进宫 他是怎么知道 昨天御书房发的这道圣旨 这 难道 严峰在宫中有内线 是 去把严峰所有的党外都给我调来 是 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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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你把我裹得上 别得意 崩带上 又浸着毒呢 你想让我死 可以把我扔到江里 又何必要下毒呢 你错了 我不想你死 我不会这么轻易地饶过你的 你留着我一条命 想干什么 你不是想报仇吗 哼 我要皇上最真爱的东西 你的女儿 你 你 你想跟严峰怎么样 当年 如果你肯饶恕我这个刚出生的婴儿 今天我就会放过严峰 你 你不可以 我不会让你阴谋得逞的 不会的 你 报应 这就是报应 你敢碰严峰一根汗帽 我做鬼都饶不了你 你做鬼 我家一百多口冤魂还在地下等着你呢 老天 老天保佑宁香别来 千万别来 宁香她是个孝女 她怎么会舍得她自己的爹 她不会来的 她不会的 不会的 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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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没有 好 崔公公 码头边上只有一家茶馆 等红灯挂起来的时候 就是混江龙到了 末将明白 这种 进去之后不得留一个火口 全部都要杀死啊 那是水扣的一个窝点 连伙计跟茶客全都是水扣 哦 周辉明白了 记住 混江龙的人头 我要亲眼看见 周辉一定把他带回来 然后 把茶馆烧了 烧得干干净净 遵命 走 小崔 哈哈哈哈 你小人跑哪去啊你 让我找个半死 笨蛋 你也敢打工呢 你敢打我 你是个什么东西 陆师爷 快 把他给我赶出去 好好好 小崔 崔公公啊 这是大内的包公公 您不认识他 什么包公公 闻所未闻 宫里根本就没有这号人 小崔 你疯了 崔公公啊 这您可得认清楚了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谁跟你开玩笑 他根本就是个骗子 烦了 烦了 小崔 这笔账你给我记着 住口 你 你也敢打我 我早就瞧你不叫好人 我也早就看出来了 你们却都瞎了眼了 眼睛 嗯 把他给我带下去 我是公公公公公 走吧 走 你是什么公公啊 你是蜈蚣 对 我想起来了 王妙会你花了我好多钱哪 你还我钱 还我钱 你们都有眼无珠 有眼不是泰山 我告诉广上去 把你们都充军 发配 都发配到鸟不生蛋的地方去 带上去 带上去 走吧你 韩心 韩心 李小姐 李小姐 红灯挂起来了 你说什么啊李小姐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 他们是要杀人的 李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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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负有心人 韩心 他是什么人啊 他住在哪儿 我已经打听到了 明天中午 那个大鳄人 将会乘船经过附近 他带多少人来 你一个人行吗 我想请您相姐 埋伏在石桥上 助我一臂之力 好 我就给他来一个凌空一击 这个大鳄人准没有防备 姐姐 你真的愿意为我复仇吗 你我秦桥姐妹 你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 姐姐真是大应凛然 真令韩心 佩服 公公 你的情报有误啊 那个混浆楼 他没来查馆 周将军 你可看仔细了 哎呀 那一句尸体 我都亲自查看过了 那个混浆楼 我不可能不认识 糟了 我上当了 公公 公公 你说什么 追上去 赶紧回衙门 好 走 什么人 我们是混浆楼大哥的手下 还不束手就擒 大胆草寇 你这狗官 共产上 我就跟你交过手了 看来你是人送死来了 好 好 好 我是混浆楼 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已经不敢正面队员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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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警 快撤 拿你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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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赶紧回去吧 不行 人是我抓的 我得审 欣怡的嗓子那么清脆 一出声就穿帮了 可不是吗 我嗓子太好听了 想难听都不成 真麻烦 来 走 武功不错 我们水寨正需要你这样的人 放屁 我猪魁不是软骨头 温江龙大哥说了 只要你肯归顺 水寨第三把交椅让你做 呸 我堂堂一个大将军 轻轻做水寇 如果你不肯归顺 就要把你丢到江里为王吧 我猪鬼今天为皇上尽舟 死也不做水寇 我猪鬼今天为皇上尽舟 把他扔下去 是 走 小弟 我猪鬼 将军 请你委屈片刻 马上就有好夕看了 好夕看了 大哥 这还有一个 怎么办呢 一看 就知道是个没用的家伙 把他扔下去 是 大哥 他又不是官兵 干脆放了他吧 我们刚刚杀了朱葵将军 都被他知道了 对 要斩草除根 我这就把他扔下去 走 快点 千万 千万 我也是这个水寨的人呢 少来这套了 水寨的弟兄 哪个我们不认识 对 没你这号人 真的 真的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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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混江龙的大哥 现在江湖上 人人都说是混江龙的小弟 你倒新鲜 敢说是混江龙的大哥 天牛也不打草稿 真的 真的 不信你们带我去见混江龙 混江龙也是你能见的 你扔下去 是 走 喂命令 什么 令牌知道我身上吗 大哥 这个是咱们水寨的令牌 这是混江龙亲手给我的 这种令牌 是我们水寨最顶级的令牌 除了混江龙大哥 只有立过大功的人才有 你一个普通商人 哪来的令牌 我就是立了大功 怎么 结共船就是我安排的 又在吹牛了 结共船是机密室 你能知道你不是商人 我不是商人 我是大内公公 共船的时间路线 船上有多少人守护 全是我亲自告诉混江龙的 真的 千真万确 你们要不信的话 可以带我去见混江龙 要有依据差错 你们就砍我的头 好 我就信了你 怎么信你 不用亚裔 还有公共的老朋友 你还没淹死 原来共船是被你出卖的 我 他 我以为他们是水寇 我是骗他们的 真真假假 杭大人自有功断 杭大人 杭大人 他被圣旨革职了 圣旨是被你带来的 我还不相信你呢 杭大人 怎么处置 维羊 升堂 王爷 您看 这是三年前 延峰任钦差大臣 为皇上到江南去选的妃子 他选中何人 梅妃啊 梅妃啊 梅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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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在这儿摄谈作法 祈求皇上平安归来 隔不选他 梅妃 是 民促 梅妃 奴才不明白 这宫里的事 一定是他透露给延峰的 现在延峰失踪了 这事 他们俩的关系 一定很不简单 给我盯着 是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回来了 我现在已是三宫了 应该符合你的要求 听说延峰今天就要到了 他还是当年和我良相无猜 七年竹马的那个人吗 老天爷 求你保佑我 让他一如往行那样深深地理恋我 这可是我唯一最关键的机会了 来 蓝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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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峰 蓝星 是我 我是延峰 真的是你 华蓝星 蓝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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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更不一样 你以前就美得令人炫目 现在 现在 简直令人无法呼吸了 蓝星 我这趟回来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还会记得我 你怀疑我会忘了你 你知道吗 那就像是怀疑长江会干 黄河会静一样 这可能吗 不可能 我从你的眼睛里面 一直看到你的心里深处 我看到一颗 真诚 炙热的心 那是当然的 我以前如此 现在如此 将来 更会如此 永远不变 永远不变 多么动人的字眼 你的心 也会永远不变吗 当然了 那就证明给我看 我可以用各种方法 来证明 那就带我进京去 进京 这正是我此前的目的之一啊 蓝星 我跟你说啊 等一下 我指的是雪妃的事情 就 那叫梅河雪 被推荐入宫的女子 我知道她 她是官幻之后 人虽然长得很美 可是比我却差多了 不单只是容貌 琴棋书画 才智 我样样都下过苦功 唯一输给她的 就是我的出身而已 等等 你这么知道 你自己在说些什么 我当然知道啊 我从小就说过 我长大了 要当皇后 这个梦想 这个愿望 我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可是 那不过是 儿时的一句戏言啊 不 这不是戏言 我再认真不过了 因为 我有这个条件 我够这个资格 我不甘心一辈子 就这样平平烦烦 庸庸碌碌 不甘心 我真的不甘心 你瞧 老天爷都替我抱不平了 如果不是 朝中这么多文武百官 皇上为什么偏偏选中你 太前你来呢 言风 你一定要帮帮我 我现在就像一朵盛开的花朵 再蹉跎下去 清川是不会等人的 我已经准备了一辈子 我只缺一个机会 我就可以一鸣惊人了 而你 就是我命中注定的贵人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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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不是 你是 你是 你是的 从小到大 从来就没有人能够像你一样 对我这么呵护对质 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子 全心全意地 保着我 爱着我 言风 我求求你了 你是钦差大臣 大权在握 多推荐一个人选 这不是开开口而已 不 我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我根本没有办法 你做不到 你是做不到 还是不愿意做 好 你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罢 皇上选妃是她亲自决定 我只不过是来替她迎接 如此而已 如果 突然增加一个人选 这是绝不可能的 我 很抱歉 叫你失我了 但我实在 实在帮不了你这个忙 我很抱歉 叫你失我了 但是你供了 你和你一样 你一眼 只有我 你 我 你怎么这么骗我 我也是逼不给你 因为你赶了我的路 如果我杀了你 如果我不杀了你 你才能逼我 我也是逼不给你 温医生就全毁了 全毁了 救命啊 安心 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我杀了他 你说什么 泥蒙煦 你已经被我杀了 泥蒙 泥蒙 你这是怎么了 你怎么了 你疯了吗 你疯了吗 我求求你 你你承权我 成全我 成全你 我已经把梅孟雪的尸体 搬到我家里面 我还放了把火 那大火吞噬了一切 别人都以为 蓝星已经死了 而我 梅孟雪 将以皇上新娘的身份 一路上以虹霞遮面 直到皇上亲手揭看为止 你 如果你不说 有谁会知道 我是冒名顶替的呢 你疯了 你真的疯了 你疯了 对 这个计划可以是疯狂荒谬 那也可以是天衣无缝的 这全在你的一念之间呢 你住嘴 你住嘴 你是要我欺君 对 我是要你欺君 而且 我还要让你欺天 你想清楚 如果你愿意保护我 你就一路帮我帮到底 要不然 你现在就告诉我 让我死了这条心 我九次放手 我知道 你是个正人君子 让你背叛天地军心 这是强人所难 好吧 就让我 替你做决定吧 放开我 放开我 答应我 不然就让我去死 我答应你 你 你是个魔鬼 可是我 却因为你 而不能自拔 请别出卖自己的两知 和自己的灵魂 和自己的灵魂 天儿 愿让我 愿让我 好 娘娘娘娘 怎么了 娘娘太专注了 大伙都不敢打扰 可是这天都已经黑了 回宫去吧 当心别着凉了 回去吧 带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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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带人犯 进了公堂 还不下跪 我是大内公公 不跪地方官吏 朱将军 你说怎么办 杭大人 我押解共团的时候 一共带了32名士兵 今天 这些士兵 全部尸臣大疆 现在 就让我为这些弟兄们报仇吧 你 你不能动私刑 天塌下来 老子也不管了 今天我要为弟兄们报仇 这里是公堂 唐天生 你要讲法的 你这回可讲法了 这公堂是我的 朱将军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陆师爷 泡茶 好的 茶来了 公堂代表皇上 公堂代表皇上 你怎么不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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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亏你跪得早 要不然 朱将军的大宝剑就消下去了 算你还识相 给我老实交代 不然 我就不客气 大胆催后 你勾结水控 出卖情报 导致共传被劫 该当何罪 这些全都是无中生有之事 无中生有 这是你亲口说的 我听得一清二楚 皇上面前 我可以作证 这都是我念叨的谎言 我以为碰到水寇 以求自保 临阵欺敌 你们不能把这些话当真的 你身上明明挂着水寇的令牌 还想抵赖 那令牌是我捡到的 这么好捡 我乘船而来 船夫打捞到水寇的尸上 于是我捡到这个令牌 我留着这个令牌以备不时之虚 这么巧 我怎么捡不着 唐大人 至限无方 以至水寇横行 我捡个令牌以求自保 何罪之友 呸 一派胡言 唐大人 先打他二十大百 看他还招不招 大人驱打成招 我也认了 但是在皇上面前 我要讨个公道 皇上 你眼里还有皇上吗 你假传圣旨欺君犯上 你对得起皇上吗 杭大人如此的指控 可有什么证据 证据 证据就是整件事 违背常理 皇上对杭大人视如己出 怎么可能逮捕杭大人 灰泪斩马素的故事你们总听过吧 正因为皇上义武圣明 所以才下旨查办杭大人 你还敢狡辩 是 杭大人见过圣旨 圣旨上的玉玺可不是假的 圣旨是假的 圣旨是真的 假的 我说假的就是假的 原来竹山县就是这样办案的 那我无话可说了 圣旨的确是假的 誰 神县 负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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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 有多先生 知名 makers 你和妇女团聚 韩戏 听我一句话 复仇不能解脱 它只会让你更加的痛苦 你就省省吧 我的痛苦自有解药 皇上最爱的是宁香 而宁香最爱的是铁笙 我只要得到铁笙 就能让宁香一生都痛苦 生不如死 铁笙始至不已 至情至性 你永远得不到它 我可以毁了宁香的容貌 让它变成一个丑玩怪 你不了解铁笙 即使是宁香被毁了容貌 铁笙也会永远爱它 所以你永远也夺不走铁笙 我一定要得到铁笙 我一定要得到铁笙 你这是作梦 作梦 你看那桥上 是否让他在那儿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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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至于是否让他在那儿等 他的背部被我刺了一刀 不死也没了半条命了 真的 韩兮 你终于为你全家报仇了 姐姐 你马上就可以看见 杀我全家的大恶人了 爹 李笑 你快走 他从一开始 就没安好心 他是来复仇的 这是你干的 是我干的 他就是当年杀害我全家的大恶人 这不可能 姐姐最好冷静你 不好 李笑 你千万别下来 我已在房上的山口上下了毒 你要是杀了我 可就没有人能解毒了 李笑 你别听她的 你赶紧走 别管我 快走 李笑是个孝女 她怎么会舍得自己的爹 怎么办 潘兮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要航铁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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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